锤吊诸天,1078级,闯索妖塔。 碧玉一脸郑重地说道,没有半分的虚假。 索妖塔不是那么好闯的,是真的会死的,不知道有多少武者死在其中啊。 索妖塔乃是开宗祖师的神兵,无数万年来,海量的妖兽磨到巨波死在其中,化为索妖塔提升的养料。 到了此时,就连碧玉也不知道索妖塔到底有多么强大,这是万古天宗最大的底蕴。 从索妖塔出现之后,就有一条规矩。 创过三层折,宗门宝库为其打开一层,兑换其中的资源只需要九折。 创过九层折,宗门宝库第二层打开,兑换其中资源只需要半价。 创过十八层折,宗门宝库最深一层为其打开。 同时,可戴一二三层宝库之中,各自免费挑选一件物品。 创过三十六层折,直接成为万古天宗少宗主。 哪怕其余竞争者再强,天资再出众。 只要不能够创过三十六层折,皆是不能成为少宗主。 而自从索妖塔出现之后,创过三十六层折,趋之可数,总共不到十人。 其中大半人夭折,剩下的人每一个都是万古听宗的中心之主。 别看创过三层听的简单,但实际上却是艰难无比。 最少,目前这一带中,创过索妖塔三层者,整个宗门从老一辈到小一辈,有一个算一个,不超过百人。 这是一整个宗门数百万武者中才出现的数字。 万古天宗之内,封地境都不止上百人。 这说明,就算一些封地境的大知识、长老等人,都是没有闯过索妖塔的三层。 索妖塔复杂无比,尽管是万古天宗最大的底蕴,却是没有人能够掌控索妖塔。 就连九族也不知道索妖塔的根底,神秘无比。 不同境界的武者闯入其中闯关,所面临的也是不同。 整座索妖塔,如同其中有着无数的空间,每一个人进入其中遇见的都不相同。 有一点相同的就是,面对的是自己同境界的难度。 百年境进入其中,面临的是百年境的级别难度。 而封地境进入,面临的就是封地境的难度。 从这一点事来说,所有人不管什么修为,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。 不是说只要境界高闯关的可能性就更大。 就连九族也是一样,进入其中,稍有不慎也会陨落。 一切以战力说话,九族境界高,不一定战力强。 同理越往后,想要做得越急作战就越难。 每一个小境界的差距都是天差地别,是以九族进入其中,甚至受到的压制更大。 可能九族在年轻时精彩绝艳,在封黄境时能够闯过十层, 那么到了封地境时,可能只能够闯过八层,而到了星辰境,或许连第三层都闯不过。 长老,除此之外,进入索要塔需要什么条件吗? 北风询问着,没有丝毫犹豫。 相比起十亿贡献点这个庞大的数字,北风对于自己的战力很有自信。 要是自己都不能够闯过第三层,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闯得过了。 北风平日里虽然没有把骄傲展露出来,可是并不代表北风没有自己的骄傲。 在同等境界层次上来说,北风自负,整个万古天堂有一个算一个,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 碧玉认真地说道, 条件倒是没有,不过,你可以先准备好遗书,顺便理一下你的遗产。 一旦开始闯关,没有达到第三层,绝对无法出来。 要么闯到第三层,要么死在其中。 同样第九层也是一个界限,一旦闯过第三层,自不量力接着闯关。 没有到达第九层,也是死路一条,并不会因为之前穿过第三层而幸免。 碧玉认真地给北风解释着,自然不会是说笑打去北风, 与碧玉的实力,自然能够看出一部分北风的底蕴有多么可怕, 而此时却是认真地说着,就怕北风认不清楚自身, 闯过第三层之后,还不满足接着闯关。 碧玉不想看见北风死在其中。 我明白了,多谢长老解惑。 北风对着碧玉深深行了一礼。 不用谢我,既然你有这个决心,那我也不好阻拦。 碧玉摇了摇头,在北风到自己的房间里,询问空间员的事情, 碧玉就知道北风的心智有多高。 碧玉又一次告诫北风。 记住我说的话,量力而行,一师的得师不算什么, 不要一味地追求完美,而耽误了修行境界。 哪怕你战力能够越级与人黄博杀, 可和你同一批的舞者,有这个资源和时间, 或许已经修行到了准地,甚至封地境了。 到时候,你就算能越级博杀,又如何呢? 直接以大境界压制你,一力破实惠。 弟子受教了,这就不打扰长老,弟子告退。 北风认真地说着,只是碧玉长老尽管已经高看向自己, 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底气。 对此,北风并没有炫耀于反驳什么, 尽管碧玉对自己不错,可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所保留。 嗯,去吧。 碧玉应了一声,而后一挥一笑, 一股力量直接包裹北风,把北风传送到了兑换店之内。 师傅,您很看好他啊,那为什么不直接收下他为弟子呢? 柳轻柔疑惑地问道, 此子乃是大气院之人,只是我已经不再收徒了, 没有那么多精力,顾及不过来。 碧玉想到北风短短时间之内拿出来的物品, 总共兑换的额度已经超过了一亿贡献点, 此外确实也没有精力再收徒。 柳轻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 而后一脸乖巧地为碧玉添茶。 北风的身形出现在兑换店之中, 没有理会其余弟子怪异的目光直接离去。 一个小胖的双眼一亮,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。 师兄,请留步。 出了兑换店之后, 北风腾空而起, 向着山峰下赶去。 一道声音在北风背后响起, 闻言, 北风当即就是身子一颤, 有种溺外的感觉,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? 转过头, 神色看不出喜怒, 就这样平静地盯着身后的小胖子。 在下宗门新晋核心弟子黄小千, 见过师兄, 黄小千自爆家门, 配合着一张不满憨厚笑意的圆脸, 让人生不出厌恶之心。 青天为统领北风, 师弟, 有什么事情吗? 北风神色平静, 只是眼底深处一摸古怪一闪而过, 小仙, 哪里小, 哪里仙了? 听众, 感谢您的收听。